好 今天來看到是柯文哲的訪美之行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光特別抽空與他來會面 雙方展開會談超過40分鐘 請看東森新聞團隊在洛杉磯的最新報導 謝謝主播姐 現在所在位置就是洛杉磯加拿大的奈米技術研究所 那麼剛剛呢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光呢 已經以地主的身份親自會見台北市長柯文哲 我們來聽聽看他們聊了什麼 沒有 他就是一個資深的外交家嘛 對 他在東亞做過很久嘛 所以他講東亞的歷史就很熟悉啊 就這樣 不要每天都講政治嘛 聊天啊 這個這個 很多啊 東南西北啊 沒有啊 講那個 講我在台大的故事啊 人家是資深外交官 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 人家都曉得 不會談那個 市長 那麼不值得接見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光 其實呢 回顧柯文哲此行呢 可以說呢 是所有的市長 副市長 甚至州長 還有前勞工部長都見到了 外交成果是收穫滿滿 以上東新聞以我們葉永志以及政治中心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除了 左來自抗地的地方 字幕視頻 小蝦 雙 雙 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